杨幂唐燕在同台 智灵与小宝尬舞 抠掉五秀锅 北京春晚看点多 距离2019年春节越来越近了 想必大家心里都激动万分吧 因为每逢过年 我们不但能够吃到很多美味佳肴 还能够欣赏一场场独特的视觉盛宴 春晚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成为一种年俗了 不过近些年来 各大卫视也开始崛起 呼呼叽叽的搞春晚 其中动作最大的应该就是 湖南卫视和北京卫视了 从他们目前官宣的明星阵容来看 这两大卫视都不像上下 各有精彩的地方 但据吃瓜群众反应 还是北京卫视的阵容更加豪华 今年北京卫视 不但有热度和流量 一直居高不下的杨幂和蔡徐坤 从台歌舞 还有唐嫣罗信 这对新婚夫妇甜蜜献唱 除此之外 他们还邀请了刘涛 王海 关小彤 韩东军 乐华妻子 等人气高的明星 其中还有动灵女神林志玲 和搞笑大王宋小宝尬尬舞 这场面是不是让你觉得 想想到有趣呢 北京卫视的春晚 选择在了大年初一这一天播出 而且据他们现在已经完成了节目录制 接下来大家就等着看自己的爱斗 精彩的亮相吧 在这之前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 可以先给大家虚透一些内容 想必大家之前已经看到了 大秘密在北京春晚上的新景象了 一身白色为主 绿色点缀的演出服 每番全场 不管是远看还是近看 都像从画中走向的仙子 之所以选择这套服装 是因为绿色代表着春天与希望 象征着万物复苏 生较然 所以这次他跟蔡居坤合体 为我们表演节目 也是个春天换